请问问看 请问这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酸甘肠 如果你觉得你的手 你没问题 你就一人拿一颗这个 你只拿你自己的那一颗 你替他传过去 这个第二种的是 我做的理直密件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 我原来拿来做处的 但是因为我在几年前 一时觉得 哎呀我事情做那么大 我现在有违反我自己所主张的 所谓极大化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市场撤掉 把整个市场撤掉 然后以前有300多个点 现在剩不到10个点 所以现在有一点困难了 就是撤到有一点 有一点太少了 有一点困难了 所以但是我的农民 就一直在种他的东西 我一定要消化他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开始转为 转为做这样子的密件 试试看我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天价 不良添加务的 我们我们的防腐记呢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 如果要做你 如果你觉得你对农业很有负担的人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这几种东西呢 是我们在做防腐记的时候 会被使用到的 盐糖酒醋油 可是那个油呢 要注意一定是自己炸的 自己炸的不是去外面买的 比如说最近我们要种芝麻 就是外面的油 我们太不相信了 其实油是产量很少的东西 所以它变成量那么大给大家 这当然它就会添加东西 然后最重要的是 现在家里都不做 自己不做料理 都在外食 所以呢 反正没看到 反正吃得很好 反正你都觉得很高兴 反正你不会嫌我 反正你无处可去 我就爱怎样就怎样 我们能不能有一种 就是说大家努力的 去把这些东西开发出来 像比如说盐 盐最近 你看到台盐 不做盐了嘛 我说台盐不做盐 台糖不做糖 国家已亡啊 我们的糖 我们的糖是 糖业 整个糖被停掉 他说因为利润不足 我想一个国家 国一企业不可以算利润多少的 他应该是以民生的安危为作他的基础 可他没有这样做 所以他当时那个台糖董事长 那个谁 吴乃仁就把台糖停掉 然后自己成为糖业公司 然后去从外国进口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人正在养着越南的农民 而我们的农民已经失业了 所以我们眼睁睁的 看着我们好东西被他们搞掉了 我们讲在这里讲 谁犯错我们就要讲谁 不会分蓝绿的 我个人认为选举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因为他给我们看的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应该眼睛再睁亮一点 我们应该要知道 如果我们生活是白痴 他真的可以随便操弄我们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生活家 他说话不是随便说了算的 所以我想说 有很多东西是必须要透过一些人来训练 我自己我认为我的一些衣服 经常可以捡人家的衣服穿 我的房子我觉得风饼摔毁不了 我觉得我的田地可以生长食物 所以我现在觉得很想要 引一些年轻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让这样的经济扩大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拱手让一些歹徒为非坐台 我们没有办法都没有 我们不要钱 我们说我们不要钱 我们要活着可以吗 我们要好生活可以吗 我想现在追求这种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在台东 最近他们告诉我们说 国产局在东海岸开始开放租地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租 如果我们买不起地 我们可以用租的 而且一群人一起生活一起租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我没有算过 比如说五户人家一起煮饭 一起煮饭跟一户人家自己煮饭 节能减碳 生了很多东西 一个厨房可以很多户人来 就不用两套啊 可是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共同的价值信仰呢 如果我们的价值信仰是不一样的 那放在一起就会有意见了 所以我们可以各自去寻找自己 共同价值信仰的可以放在一起 一起生活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的一种方向啊 刚吃了哪一个 这个有没有用过了 这个就是酸干茶 这个就是 你知道 以前人摆摆 放在那个桌子上 风桌那种菠桃缸 那个里面放红茶 不是 发现果不是这个 里面放红茶 这个呢 夜壳的时候 很壳很壳 你都 什么你都用过都没有效 那么你就用这个 起来煮一个 喝两杯就好了 然后呢 刚喝了酒吗 刚喝了茶 不是酸干茶为什么会变黑呢 那十年酒啦 这也会几年 已经十年了 我这个一斤卖四万块 有一个人一下来跟我买四万 我就拿回来 我说我不要卖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没缺钱啊 我卖掉 我卖掉 我说银行 我还被你扣税 我不要 我就放着 结果在家涨利息 这是我的 所以我家现在 我没有什么钱 可是你去我家挂 我会吓一跳 我这个是我的萝卜 我做萝卜 我现在我这个萝卜 有两万斤 这个 等一下呢 这个有点咸 因为我是要来做 有点要配茶 或者是配饭的 你吃吃看 这萝卜 这个是这一个萝卜 今年第五年 你吃吃看这个萝卜 给他们吃吃看 可是有点咸 你们要慢慢吃 这可能要牙签慢慢吃 好 好 还有 你看我这一瓶 你等一下问问看 这个就是 他们讲说 我们那边有一个地方 叫太原 太原的人在 他说他有三万斤的 柚子树下 他坐在那个树下 哭着过中秋 有没有卖出去 有没有很惨 我就告诉他说 那你卖我吧 他们就买来 我说你把肉拿回去 你把皮给我 我说这个很难耶 我说你就把皮给我 然后皮就给我 我就做成了这个 大家也吃吃看 非常好吃 我就用这个皮拿来腌 腌出来的 可见呢 你只要动一点脑筋 这个产业都是非常大的 你看萝卜是不是最好种的 立下根筋 就可以做那么多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我们这样吃的 如果等一下 这个太快了 会吃不出来 不是我说我们这吃过 然后用这个亚签去弄 那个不是都坏掉了 如果你用调跟把它 对你用调跟拿出来 然后我们再 那个是他们那个抽签的东西 抽签啊 对啊 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 你身上有参加 有什么 你身上有超时 应该有吧 我的身上有那个 有筷子 有筷子 我有洗过筷子 我有洗过筷子 筷子也可以 好好吃 我这个要做便当了 我要来到台北市卖便当了 我要用我的骨 为了这一颗要买一个便当师哦 你知道有一个立党的召集人叫潘安生 我带他去那个达人 那个核废料堆子厂 他就说不用啦 大姐不用啦不用啦不用吃啦 没关系啦 我说那边没有店没有人家呢 结果就打弄个便当 然后就什么 煎一个荷包袋 然后弄一个炒一个豆子 一块两块这个豆腐干 然后就一个刚才吃的那个李子蜜饯 还有两片这个萝卜 他吃完了之后 他一直问我 大姐你吃得下吗 我可以再吃 我说你不是说不用吗 他说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东西 我跟你讲这里面没有肉 吃这个不需要肉 对 我的妈妈 我给她吃醋啊什么她都不要 她就是常常跟我要 跟我要 要这个 萝卜 萝卜 把让我们的农作物的寿命延长 而且会产生殖 我们讲啊 腌制的时候 我现在目前为止 比较少用到油 我比较少用到油 我现在你们吃的刚才第一个那个李子蜜饯 它是加盐跟加糖的 那么你有没有吃到一点酒味 它自己发酵的 我才是控制到那种发酵 但是你加酒就不好吃哦 你加酒就不 它变成苦苦的 你的糖里面加点酒加点盐就不好吃了 这个你们等一下 那个等一下 那个你吃吃看 那个是非常古老的豆豉 我给她的吃 你又要给她的吃 我给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自己回去做实验 你自己回去做实验 比如说 我用十分的盐 我用十分的盐 不会坏 假设我用十分的盐 不会坏 可是吃起来会怎样 太咸了 那我怎么办 我就把一半分到糖这里 分到糖这里 然后呢 这个五吨烂 还是太咸了 还是太咸了 怎么办 我就把盐 再减少 可能三 把它减成三 然后呢 我把这个糖放着 加什么 我加维生物 我就把瓶口打开 维生物就会进来 就引到 所以刚才你吃到那个酒味 就是这个维生物 所以控制到刚 就是你要控制到它 你的嘴巴吃起来很舒服 而且这个东西你吃下去呢 因为脏气 消化很不好 老人家有的吃不下 你给它吃一下 它开始放屁 它开始打鹅 为什么 因为它 好像常会被它蠕动的 就开始动起来 所以像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所以 我弟弟在那里 食物就是医药 所以 请开一点食物的药吧 所以 我一直跟他建议说 要不要进来啊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知识 你进来 你来做预防医学 市场大不大 大 医院的 经济有多 产值有多高 我农业的产值就有多高 今天就是没有人愿意跳进来 没有一个真正的医生愿意跳进来 大声的说 因为现在所有医生都讲毒 讲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但是他没有跟环境扣在一起 有没有啊 他自己就去开了一间那个 他不会大的 为什么 他又变成胜利了 而不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人 他要拉很多 就说 这个火车头要拉后面很多车向 而不是 自己火车头就自己溜掉 不给人家挂 我觉得这个场业会起来 所以只要他愿意给别人挂 挂上的 谁都可以跳踏车枪上 这个叫什么 无国利民的事情 刚才 经国有讲到 工具 我常常去中国 我可以跟各位讲 非常喜欢中国的农村 各位知不知道 我是独立运动者 我为什么喜欢中国的农村 中国的农村被他的政府正在压迫 可是中国的农村 很多东西跟我们吃东西非常的相像 而他们老人现在还在做 我们老人就不做了 所以他们老人也在那边叹息 所以我每次 我只要带几万块 我去中国 我就买一个技术 我会支持你 他们把原因也在这边 就不则 两个人 都不则 适量很则